臺南左鎮有一處 山坡 因為連日來的雨勢影響 這整片山壁三天來 已經崩塌了三次 土石掉落 不只掩蓋路面影響到交通 也把路邊的電線給扯斷 造成附近民宅大停電 而且這三天都是如此 民眾很無奈 也自嘲 已經從害怕變成習慣 左鎮這片山坡裸露 像被消去了一大半 土石連同竹林 全部都崩落到路面上 大量的土石和竹子崩塌 掩蓋了臺二十線的道路 也把電線全部扯斷 附近民宅和店家瞬間陷入黑暗 民宅停電 道路只剩單線雙向通車 民眾生活不便 生意也沒得做 山坡崩塌 這已經是三天以來的第三次 工程單位搶修 交通和電力陸續恢復 只是這個雨還會持續下 南保這個山壁也會再度不堪一擊 記者楊文華才能報導